嘿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的眼睛李明 今天呢 我来到了尔湾PortlasPrint的Azu社区 给大家看一看它新开的项目 这个Azu社区呢 有三个户型 三个样板间 全部是独栋 这是第一个样板间 四房3.5玉 2792尺 那么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样板间开始看 这是一个它的driveway 这是它的前面的入户门 有一个深深的门停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你的隐私 你的入户门呢 就不会离这个马路太近 这样的话 你的隐私就夺到了保证 我们去里边看一看 一进来 这边呢 是上楼的一个楼梯 这个楼梯呢 它并没有对了入户门 这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一楼的卧室呢 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带独立的洗手间 这个户型呢 是2792尺 这个尺寸呢 属于一个入 稍微改善性的一个读洞吧 这是一个大大的挑空 大大的挑空 往里边走 这是它的半个洗手间 往里边走 这是它的厨房 厨房中央岛 然后餐厅 右手边是它的客厅 普特拉斯的房转税呢 是1.3% 这是它的厨房的储堂室 这是它的一个冰箱 这边是车库位置了 好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看 这个房子一上来 这是二楼看一楼的感觉 这一进来呢 这是它的主卧室 这里是主卧室的洗手间 主卧室的淋浴间 这是主卧室的衣帽间 往里边走 这里边是它的一个学习的区域 一个办公台 这里呢 是它的一个次卧 这边显示一个给个女生用的 这两个次卧呢 共用一个洗手间 你看这个门从这里进来 这是它的洗衣 洗手间 然后两个洗手池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次卧了 两个次卧共用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里是洗衣房 这个户型我们看完了 再给大家说这个房子的关键字 四房3.5玉 2792尺 目前的价格是215万美元起步 好 我们现在去看户型2 好了 朋友们 这个呢 就是 Potla Supreme社区 Azu紫社区的户型2 这个户型呢 是四房3.5玉 3231尺 这是它的一个长长的driveway 这里倒是它入户门庭 一进来呢 左手边是它一楼的卧室 这个卧室呢 同样也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你可以作为一个次卧 这是它的衣帽间 这里是它的洗手间 往里面走 这里是上二楼的楼梯 是一个转角的楼梯 这样的话显得楼子不太陡 然后楼梯下面是它一个储藏室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半个洗手间 是一个客位 这是它的车库了 两车位车库 这个设计非常好 比如说你孩子放学了 它的书包啊 它的饭盒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这是它的客厅 然后中间是餐厅 然后厨房 厨房中央岛 我们看它是样板间 给大家讲一讲 这是耳腕公司开发的 这个柜面是标配的 这个把手也是标配的 都是这种白色的 但是这个挡水墙都是升级的 这个台面也是升级的 地砖都是升级的 好 但是这个烤箱微波炉 这些全是标配的 是一个储藏室 好 我们现在去院子那看一下 我们参观到厌板间 它这个院子的话 是一个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在美国买新房 院子的话都是土 你需要你自己做的 而且这个院子是带景观的 后面没有任何邻居遮挡的 另外给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房子呢 这个区域呢 你看现在这个区域呢 是一个楼上是一个顶 标配的话 这个区域是挑空的 对 好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上来是一个 二楼的非常大的一个客厅 标配的话 这个区域呢 和是一个挑空 是没有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升级 成为二楼的一个厅 这样的话尺寸就变成3000多尺了 如果是不升级的话 是2926尺 如果升级完的话 就变成3231尺了 然后这里是它的主卧室 主卧室的洗手间 主卧室的衣帽间 好 这边呢 是它的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的位置 这里是呢 第一个次卧 这里边是另外一个 一个学习的区域 一个客厅 对 如果那个地方是标配的 你没有升级的话 这就变成二楼的一个 LUF的一个客厅了 这是两个次卧 共用的洗手间 这是第二个次卧 好了 这个房子 我们看完这是户型2 四房3.5玉 3231尺 目前的价格是 233万美元起步